整个八月呢,我都不是很勤奋 应该说呢,是特别懒散 我这一个月呢,不工作的时候就是打游戏 有空就玩,一点社交活动都没有,玩得停不下来 但是这事呢,也很奇怪 我沉迷的这个游戏呢,叫上古卷轴天机 我的妈呀,一个2011年的老游戏 我这还不是说那种发现了一个当年错过的老游戏 劳滚舞啊,太熟了,上大学开始玩 就这里头有个西学尾公主,叫斯拉娜 就我跟她说的话呢 比跟我所有大学女同学加起来都多 这游戏当年优化的特别好 我上大学的时候,电脑配置不行 大型游戏跑倒是能跑 我当年呢,就是顶着十几二十帧的帧率 把孤道静温三玩完的 也不是不能玩,就是体验肯定不能说很好 比如说这个过场动画,声音和画面就对不上 人家话都讲完了,我这边动画还没播完 还得再看个一两分钟哑句 所以劳工那是真跟别人不一样 装上之后一跑,我的妈呀 35帧,这什么优化水平啊 就玩这个游戏以前 我一直以为电脑游戏的帧数上限就是29 所以太喜欢了 大学呢,就翻来覆去的玩 一开始呢,也是因为我电脑就跑这个比较流畅 但后来我毕业换了好电脑 游戏可以横着旋 我发现呢,我还是老是玩着玩着就又玩回去了 每年都得玩个一两分 滋一下滋一下 跟这个季节性流感似的 所以呢,我就很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这几年的游戏是咋的? 为什么到2023年,一个2011年的都该长毛了的老古董 还能让我沉迷进去? 首先呢,咱们也别一棍子打死 这些年好作品有没有呢?肯定有 博德之门3就不错 实际上呢,我荒废了一个月,他也得背点锅 这游戏呢,一出来,我就知道我不能碰 小白也跟我说,林哥,你别碰这个东西 我平常工作太忙了 这游戏我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能让我沉迷进去的 所以呢,我就一狠心找了个周末,把剧情给看了 就是为了别一不小心,净坑出不来了 但是看完了之后呢,心里还是有点痒 那我能想到的就是在玩会上古卷轴呗 这一轮呢,我已经两年没玩了 上一次21年,我把所有主线直线 DLC的所有主线直线能找到的全情了 隐藏的龙祭司面具我都拿到了 那个东西呢,是你集齐了所有面具之后 再传送到一个隐藏幻境才能拿到 这我都拿了 我现在这游戏我都已经玩到这个程度了 那肯定已经脱灭了 我玩了一两个小时,把魔幻题材玩没意思了 那博德之门这个养不也就解了吗 一余时间呢,就又能专心搞我自己的项目 讲究的就是一个浅尝折止 结果呢,又中招了 而且这次不是流干 咱一下直接挨变了,玩的昏天黑地 这回呢,除了龙祭DLC没做 别的任务又是全清了,才算是走出来 这两天呢,算是闲着时间吧 琢磨了一下 我觉得我可以确认现在的游戏行业是真有点不对劲了 虽然还是能看到博德之门3这样的好作品 但12年前的游戏都还是能让我沉迷到这个程度 说不过去啊 你看我12年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沉迷的是什么呢 我沉迷的是上古卷州5 古早金魂3 三国无双6 对吧,都是1112年的游戏 那时候再往前推12年 那就是2000年了 那个时期的作品 就得是双方危机3 GTA3 三国无双2 这些老游戏了 12年的话 这些游戏我顶多出于兴趣把玩一下 说沉浸进尘 那肯定是谈不上的 像三国无双 跟六代一比 二代是真玩不进去 不过我记得大学我还是玩了一段时间 三国行星转3 还有这个星天星下转 这些经典的东西呢 是真的耐不住岁月 但是呢 这些我也是几天就速通了 你要真看比例的话 劳滚5和古早金魂3 这些1112年同时期的游戏 那肯定还是我大学时期游戏时间的绝对主力 这么一对比呢 就看出问题来了 今天我玩的最多的 居然还是劳滚5 这就好比说我一二年玩的最多的是GTA3 一听就不合理啊 那相比于200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 第二个十年出了啥问题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最近这十年 游戏产业呢 从体量上 或者说的直白点 从钱上讲 其实发展的特别快 EA 预逼 Epic 都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公司了 就说当年做劳滚5的Bethesta B3 被收购的时候呢 那也是75亿美元 像微软收购动时报许呢 那更是提出来687亿美元 这么个数 对吧 10年那时候游戏公司 哪见过这么多钱呢 可全行业的钱多的都要冒出来了 作品呢 最开始十年的小作坊时代 那叫一个遍地开花 刺客信条 十年召唤 还有前面说的那些 能给一种玩法下定义的 业界扛把子 都是这个时期出来的 那最近这个十年呢 咱们定睛一看 还是这些扛把子的子子孙孙 找不出来几个真正意义上的 全新面孔 有呢肯定是有的 但跟上一个十年没法比 而且这还是在钱多了这么多 产业大了这么多倍的情况下 钱有了 活没干出来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有一点挺有意思的 你看看最近这十年的 为数不多的好作品 是不是大多数 又是没那么有钱的公司 搞出来的 有个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做乌十三的CD Project Ride 扩起来之后 你看他搞出来的是啥 塞波崩坎2077 别误会啊 这个游戏呢 我其实特别喜欢 也算得上这十年为数不多的开创制作了 但你得承认 他发售的时候呢 就是个半成品 乌十三刚开始也有很多bug 但人家呢 可不像后来的2077那样 明显没做完 到处都是删减的痕迹 明不见经传的时候 小而美 有钱有实力了 搞出来的东西 反而一地鸡毛 这是不是也对应了咱们探讨 这个前十年和后十年的对比呢 我提一个暴论吧 有没有可能赚钱这事 跟好作品就犯冲了 我也不是说钱本身就不好 有钱才能有人 有设备 才能把事给办成 GTA5做出来 花了2.65亿美元 这是讲游戏成本的时候经常举个例子 再说另一个极端 像Minecraft 星陆五物语 这种高技术担当 搞出来的小而美精品 你一查人家也都是不缺钱的 Minecraft作者 在Minecraft之前 就已经做游戏赚到钱了 那个做星陆五物语的老哥 就更厉害了 这游戏呢他做了四年半 他女朋友还没毕业 就打两份工支持他 下课了呢就去当大陆管理员 周末就去咖啡店卖咖啡 房租吃喝全他女朋友包了 钱的事他是一点不用操心 所以钱本身呢是不坏的 有资金支持了才能把作品做出来 但这个作品做出来料怎么赚钱 这个呢反倒是真的 会影响到作品内容的本身 这个规律其实特别明显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那时候游戏是跑在街机上 帮游戏厅老板赚钱 玩家过来玩游戏呢是按次付费 所以咱们看街机游戏 主要都是闯关类的 技巧性的 色彩呢也比较艳丽 玩起来讲究的就是一个刺激 打完一把心蓬蓬直跳 对吧 然后难度呢还特别高 那时候不正儿八经苦练一番 是通不了关的 输了之后呢就还想再来一把 这让游戏厅老板就赚到钱了 所以你看街机游戏就很少有让 你看大段对话大段剧情的 你一个闭玩一下午都不死 那老板喝洗背风去啊 所以这个赚钱模式呢就让街机游戏 形成了那么个风格 然后94年PlayStation来了 95年Windows的DirectX图形库出来了 2001年Xbox发布了 这几个事意味着什么呢 他就是说家用设备 电脑也好游戏机也好图形能力都上来了 而且进入了一个快速提升的阶段 那这呢就进入了前面咱们说的经典涌现的时期 我称之为游戏的黄金年代 我觉得这也是玩家被伺候的最舒服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候呢游戏就变成你在家自己玩了 玩的心情愉悦了 你第二天呢可能就会去跟同学说 哎这游戏老带劲了 然后你同学就去买了 我小学的时候仙剑 红景 双画危机 R 都是这么一个仙 一个人接触到了 然后整个班级乃至年级就都传开了 这样游戏呢自然卖的就好 赚的也就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游戏呢 特别注重玩家的个人体验 塑造世界观 打磨故事情节 就这个故事一定得打动玩家 这个设定也必须得很有内涵深度 这样玩家才愿意自发的去给你分享啊 你这游戏才能大卖 就很多那个时候的故事能一直沿用到现在 出它的五六七代 这就是对那个时代最好的致敬了 但这也反映出来现在新故事的匮乏 这是为啥呢 还是先接着捋吧 其实在单机游戏的黄金年代呢 游戏还有另一个分支 就是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和单机游戏在家庭场景的爆发呢 基本上是同步的 网游呢就是稍微晚了一点点 因为除了家用电脑的图形能力以外呢 它也得联网呢 家庭网络的普及 比电脑性能的提升呢 还是靠后了一点 所以早期网游就正好摸着单机这个前辈过河 也一样是走世界观和故事这个路线 01年的传奇就和IR挺像 03年的冒险脑呢 也有一个经得起推销的世界观架构 04年的魔兽世界 那就直接全体起立了 即便是把它的联网给砍掉 它也能称它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戏 这时候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呢 可以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但几年之后 网游这边呢 就蹚了一条新路出来 现在回过头来看 10年前后呢 游戏产业其实已经有点开始难受了 因为技术红利差不多吃到头了 机能芯片的摩尔定律呢 大家都知道 但10年以前 电脑和游戏主机的迭代速度 比这个还要快 因为很多技术呢 都是国防啊工业啊已经有了的 基础技术本身在进步 另一边呢 还有现成的东西可以拿过来 那这个升级就可以是非常迅猛的 很多技术呢都是跨越式的 反映到游戏上 就是新东西自然而然会有限 图形表现力上来的 场景加载速度快的 这些全新的工具交到开发者手上 那自然就有刺客信条 这种飞檐走壁超高自由度的新题材出来了 但10年前后 这个技术升级的步子呢就放缓了 我是09年上的高中 高一呢 我玩到刺客信条那种震撼 那是直冲天零二的 玩到后来我爸回家把皮带都抽出来了 我还沉浸在这种震撼里 我说爸你先等一下 我一定要给你看一下我这个刺杀动作 这种防顶随便爬 处决敌人来个特写镜头的体验 真是太新奇了 但这其实呢还是个07年的游戏 等到我高二玩刺客信条2 甚至是大学玩GCA5和53的时候呢 游戏技术的提升肯定还是有的 再从实际体验上来看呢 这种质变的感觉再也没有过了 那这个技术驱动力没了之后呢 游戏行业想掀点寂静思作的大望出来 就越来越难了 可这时候网游这边就找了个新道出来 就是搞经济 现在人玩游戏不是越来越体会不到新奇的感觉了吗 那就改成人玩人嘛 一个围棋 这么单调的一堆格子和两种棋子 人类玩了几千年还乐此不疲 那么在虚拟世界整个战场 你们就厮杀去吧 每局和上一局都不重样 其实经济这个思路呢是很好 现在生活呢大部分时候都是波澜不惊 找个地儿和人对抗一下 这种紧张刺激呢天然都能帮人释放压力 大学呢我一开始是玩刀塔 然后呢沉迷了一阵子刀塔2 再后来英雄联盟实在是太破圈了 我那时候看大司马正方形打野 他就是坚持碰这个游戏 讲究的呢就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神交 但最后呢还是没坚持住 质疑理解成为了 这俩游戏呢很好 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时光 但这类竞技游戏呢给产业带来了一个问题 刀塔2和英雄联盟之后呢 竞技免费皮肤收费的营收模式大范围流行了起来 既保证的公平又让游戏公司赚到了钱 可问题就是呢这个模式太过于成功了 来钱太快了 2008年魔兽世界的总营收是11.7亿美元 这一年刚发售了GTA4的take2的总营收呢 是15亿美元 能看到这时候网游和单机的扛把子还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 但是竞技游戏呢很快就开始发力了 这里面最猛的就是堡垒之夜 18年的21年4年时间总共收件了200亿美元 而且这两年营收呢也都是在50亿以上 应该要超过60亿了 这时候再看到现在为止收入最高的单机游戏 GTA5 从13年到现在10年了 算上GTA online总共收入呢80亿美元 这就有点神殊了 再来个冷知识 2021年王者荣耀总收入就已经破了100亿美元 这就有点尴尬了呀 特别又是如果你把成本和收入摆一块了 这情况就更让人难受了 《荒野大标科2》一个口碑特别好的单机游戏 各种细节抠的特别离谱 这游戏2018年发售 到现在呢总共卖了5500万份 按平均50美元一份的话呢 总共就是不到30亿美元 这游戏成本多少呢 综合各种估算差不多得5亿美元 这王者荣耀不消息了呀 但这就是真实形式啊朋友们 这些数据就迷惘往那边摆着 那假如你是游戏公司的管理者 特别是养着几千号人的那种大公司 你心里不得翻点嘀咕啊 所以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呢 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 前面说网游一开始是跟着单机游戏这个前辈在走 现在这风向呢就有点变了 单机开始跟着网游和手游学赚钱了 这个过程中呢就把好的不好的全学过来了 还是说王者荣耀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呢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不然他也不可能这么赚钱 这游戏呢我22年玩过一段时间 还往里面充了钱 我就很明显感觉这个东西来劲啊 比那种故事型的游戏快得多 比同类型的DOTA二和英雄联盟也还要快 就他真的能把人脑的奖励系统给研究透了 每隔10秒内必然给你来点快感 要么是人物动画 要么是特殊语音或者什么别的音效 小兵的节奏也快很多 我当时呢还特别人间清醒的跟小白说 我说呀我知道这个快乐特别的廉价 但我就是想要 那段时间呢我还和小白组队上分 有时候我力挽狂瀾 有时候小白力挽狂瀾 有时候我一个默契走位赶过去 跟小白打一波配合 每局呢都会出一些全新的状况和体验 这些呢都是实打实的快乐 也是很好的回忆 到后来呢我和小白都退坑了 因为这游戏呢也有一个毛病 就是它的匹配机制 匹配的意义呢 应该是让水平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对战 但王者荣耀的匹配呢 我觉得它延长游戏时间的目的有点明显 说到完全不考虑玩家水平恶意延长游戏时间 那可能有点冤了 但我能确定这个匹配机制 会在你的段位接近你的真实游戏水平的时候呢 开始反复模拟 这游戏呢并不复杂 到底是棋棚对手输了 还是两边实力悬殊输了 玩多了之后很容易就能看清楚 就甚至后面你自己都能判断 接下来是不是要连跪了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跟小白有天晚上呢都觉得要连跪了 然后就小睡了一会儿 休息好了之后上号排位 拿出来了最好的120分的状态 然后呢果然连跪到凌晨三四点 那天我们呢其实就是想确认一下 这匹配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 确认完之后呢我们就真的再也没有玩过这游戏了 这个匹配为什么要这么搞 也是很容易想通的 如果你每局都是完完全全的棋风对手 那你玩个了三盘之后呢 应该还是原地踏步才对 但这样呢你情绪就其实也没什么起伏 可能也就不想玩了 但如果让你连输三盘 你就会不甘心 我让你连赢三盘 你就会心情大好想要乘胜追击 那还是同样的段位 我让你一下子玩了六盘 这个游戏在你生活里的比重就变大了 你也在游戏里建立起来了更深的社交关系 也就更要花钱买皮肤买道具了 所以重点在哪 重点就在延长游戏时间 这个目标本身和玩家利益并没有冲突 再举老滚5的例子 他的游戏时间呢就可以很长 但这么长的时间 是因为他有精心设计的各种任务 我做这些任务 是因为我好奇会遇到什么故事 而不是有某个原因逼着我去把它做的 比如断位 比如角色强度 比如主线任务给你卡在这 众所周知啊 老滚的主线任务呢特别短 而且众所周知 老滚玩家经常不做主线 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啥 像我大学时候有天带着色拉娜 从黎明守卫城堡出发 往西边探险 到一个城镇呢 就去旅店睡一觉 天亮了再出发 凭感觉一直走到了先祖林地 这其实呢 没什么任务要求 单纯就是那天想起来做任务的时候呢 色拉娜说过一句这个先祖林地很美 最后到了之后呢 他又说了一句这个地方很美 我就很有成就感 就好像真的跟女生出去旅游了一圈一样 从中午一直玩到晚上 这就真的是在玩游戏 但是网游手游这一派延长游戏时间呢 更多就是从技巧出发 而不是从内容上出发 因为内容呢终究是有头的 而网游呢 无论是按游戏时长付费 还是卖道具赚钱 他都要追求把游戏时间延长到无穷大 那这个需求呢 就只能靠技巧去实现了 比如王者荣耀的这种匹配上的折磨 再比如 我讲这个可能有点大胆 应该也没关系 再比如呢 就是元神和星雄铁道里头的体力机制 我就是过于透极取笑了 不过首先说一下 我是真心觉得这两个游戏 在今天这个大环境下属于很不错的 像星雄铁道 刚出来我就玩了 手冲呢我也全冲了一遍 而且我这冲一次还不是六四八 是七八八 这游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除了遇到了我的人生导师清雀以外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直线任务都做出深度来了 这个我知道是很费功夫的 比如有个小任务里头呢 有个老师让我劝他学生不要总骚扰女同事 我跟那个小伙子一聊 发现他讲话呢 确实有点像那种自我感觉故意良好的男生 毕竟我也经历过这个时期嘛 我就去帮他找女同事的回心 想让他死心 结果呢反转了 实际上女同事呢答应了小伙子的表白 但是遭遇了事故被传送到二十年以后了 老师是故意瞒着不想告诉他 多揪心啊 表白成功 但是二十年之后才能进 这啥边剧啊 然后这小伙子呢就说那我不等了 我以为呢是米哈游来了黑色幽默 结果又反转 小伙子说自己要去找这个姑娘 也传送到二十年后 这又是一个震撼 到这呢其实任务已经结束了 但如果你再去找那个之前对这个小伙子冷言冷语的老师对话呢 你会发现又反转了 他其实很欣赏也很心疼这个学生 我听到这呢心里就又是一股暖意 这个呢就是我现在都能回想起来的一个任务 而且这人只是其中一个 我记得呢还有空间站人造人背后的凄美故事 还有一个被雇主嫌笨 但实际上对雇主全心全意的帮忙还有一 例子很多 后来我跟小白聊 他说他之前任务都是直接跳过对话的 听到我恨不得想打的 不过虽然我对这个游戏评价比较高 但我到这呢其实只是刚把假跌好 星雄铁道包括元神也有的这个体力机制呢 真的是恶意延长游戏时间的一个典型案例 给没有玩过的朋友一句话解释一下呢 就相当于我给你每天能得到的经验画一个上限 你想升到十级那你就连玩十天 你想一天玩十个小时 然后剩下九天不玩 那不行升不到十级了 而且实际上游戏里头的机制要更复杂一些 这个体力和经验装备全面挂钩 其实有句话我觉得不当讲话也要讲了 我觉得这个比王者荣耀的匹配机制还要恶劣 就我觉得我玩星雄铁道那段时间 是一种很难受的开心 每天到点固定上线两次 而且还不是无脑刷一下就完事了 我还得想一下我的警员需要什么资源 我的精确需要什么资源 我的结合我的三月期该怎么办 我当天上班都没这么伺候过我领导 然后呢我也观察了一下我的行为模式 我发现我越是每天上线 我的得失心就越重 刚开始呢我把每周任务活动任务全清掉 再后来我把宝箱也全给清了 就为了去商店换点资源 就已经发展成一种强迫行为了 为了搞点抽角色用的星球 时不时就找到三四点 然后一旦玩到这个时间点那就更完蛋 我经常会在这个时候用攒到的撒瓜俩早 换个两三次抽角色的机会 当然肯定是抽不到的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想想凌晨四点科比都起来打球了 我还搁着被POA呢 那心灵得空虚挣扎到什么程度呢 那大概率一个七八八就出去了 但这么搞下来米哈游真的赚了吗 其实完全没有 为什么我对这事的体会这么刻骨铭心呢 因为最后一次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就告别了这个游戏 我印象很深刻 当时呢是罗刹这个角色快结束了 还有一周就换下一个角色了 我想趁最后给他再配一个专属的五星光追 没玩过的朋友呢 可以理解为就是他的定制的高级武器 我在游戏消费方面呢 自认为是个很理性的人 我初中玩了三年穿越火线 一分钱都没冲过 那个时候呢我已经抽了四十多轮了 按往常经验我估计下一抽就有了 所以我当时呢就决定啊 先不要充钱 干一干试试 那几天 别说日常任务的 什么爱个签到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都搞了 然后抽一下没有 抽一下没有 我那周呢还有一个时间很紧的项目要做 好不容易弄完了 周六 我决定把所有没清的每周任务 活动任务全清了 然后 就又是凌晨四点 这时候我手上有整整十抽 我好高兴啊 就那种啊 吃了这么多苦 中药有回报了 我是直接一把缩了 然后呢就把老杨的光追给抽出来了 没玩过的朋友呢 这就意味着 我可能得再来个几十抽 才能拿到这个东西 我当时整个人弄麻了 就很机械的又冲了一个七八八 就冲钱这么快乐的事 最后能冲的这么难受 我也挺佩服米哈游的 这时候呢 我就有点被POA批到人间清醒了 我就把这个想要的东西抽出来 然后关游戏走人 到现在都没在玩过 所以这其实呢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星雄铁道 如果不在机制上搞那么多折磨人的设计 不那么非得机器玩家的得失心 那我其实也不用借掉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游戏 细水长流的话呢 那我贡献的营收可能还会更多 就哪怕回到赚钱这个最直白的目的上 这些被过度滥用的变现技巧 我觉得也已经有点南辕北辙的意思了 其实米哈游几个创始人呢 都是我学长 我是大伟哥他们的小学弟 我看报道呢 说他们是2011年 在东32宿舍楼聚起来开始做游戏的 一年之后呢 我就来到了较大 住进了C23 后来这楼呢 变成法学院的女生宿舍楼了 就当年搞不好在食堂都见过 缘分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后来的元神 行程铁道我也都很喜欢 也恰恰是因为喜欢 我才要一点不避讳的把这个问题直接指出来 希望米哈游能走的更稳更好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我跑题了 其实也不算是跑题 我要讲的呢 就是这种游戏机制设计上的技巧 被滥用的问题 说实话 你要是内容做的好 我是可以接受你玩弄一下我的心态的 但现在手游网游这一派呢明显有点要过火了 王者荣耀的匹配 形成铁道的体力机制 他们最后呢 其实都是把我的游戏乐趣给磨没了 挑这俩呢 并不是因为他们问题最严重 只是因为我个人感触比较深 实际上这类网游手游呢都有这个毛病 这是这一派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个大问题 只是目前呢 被冲破天际的超高营收给掩盖住了 甚至还在往单机游戏这一派传染 那这就更麻烦了 我跟你们说啊 大公司讲情怀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公司大了以后呢 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 你不得考虑投资人的回报吗 你不得考虑怎么给员工赚钱吗 就有一天我要是把录视频这事做成公司化运营了 我肯定也是要变质的 这种变化呢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可能内容变多了 信息质量变高了 但风格肯定是会弱化的 因为要追求安全 追求持续稳定的收入 我这呢就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怪东西了 但对游戏公司来说呢 这些与众不同的怪东西才是玩家想要的 但形式呢是真的不允许了 现在咱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网游这套玩弄人心的路线 被很多单机大厂也捡进来了 特别是现在技术红利消退之后 内容上吃力不讨好的风险越来越大 在运营上多花精力呢 虽然口碑更差 但确实呢有更好看的财报 所以咱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单机游戏也开始出皮肤 出载剧做机 然后呢拆开来分开卖 剧情呢也拆开来 故事写差不多了 先赶快发售卖一部 剩下的故事包起来再卖一轮DLC 甚至像2077这样啊 没做完就出来卖了 说实话呢 我都不觉得CD Project是恶意这么搞的 这就是今天大公司不得不采取 技巧超越内容这个策略之后呢 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一个事 所以等着吧 以后呢肯定还会有更多 可以想见 现在做内容呢 在大公司里的话语权肯定是持续下降的 王子荣要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能搞上100多亿美元 那内容上我还有什么追求呢 设计变现机制的团队 要的就是一个说的过去的壳子就行了 拿着这个壳子 变现团队呢 就可以用心理学和营销学 给你画腐朽为财报 其实适度的变现优化呢 对游戏啊是非常重要的 但现在明显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 像最新一代的战争机器 最新一代的光环 剧情深度都被弱化了太多了 像十年前你玩光环 你很明确知道 这就是光环的世界 你玩使命召唤 你也很明确的知道 这就是使命召唤的世界 可现在呢 打开游戏 兔兔兔半天之后 你会感觉仿佛都是同一个设计游戏 同质化特别严重 那这本来就是个壳子 你还指望啥呢 好的壳子就是名气大 不出错就行了 所以咱们看到刺客信条一步步的出 孤岛惊魂一步步的出 但你还能看到文艺复兴 意大利的人文气象 骑士与刺客爱恨交织一滴一友的故事吗 没了 全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肯定不出错 然后呢 再来200个去A点拿B物品 然后跟C讲话的这种批量任务 给你挂个成就 或者主线上卡你一下 逼着你把这些做完 把游戏时间强行拉长 逼着你跟游戏建立情感联系 最后呢 再争取卖你点皮肤或者DLC 这次呢 我特意体会了一下 我发现老滚5的任务本质上呢 其实也是去D点A 拿物品B跟角色C对话 但它有两个点 和现在的公式化游戏很不一样 第一个呢 就是这些任务里头玩的属性要更大 怎么说呢 我发现老滚的直线里固定的对话量 其实很少 更多的信息呢 都是隐藏在某一封信里 某一本书里 其他某个NPC的对话里 你要是对剧情感兴趣 你就自己去翻去看 不感兴趣的话呢 就不用管直接交差 玩不玩怎么玩 这个主动权呢还是在我手里 第二个呢 就是老滚5大部分直线的迷宫古墓 都是精心设计的 我连近10个古墓 都还是会觉得很有热情 我知道里面一定还会有新的机关 新的场景 不像今天啥任务 都是一个长得差不多的煽动 说白了呢 还是用心做内容和用心搞玩家的区别 说实话呢 我觉得咱们得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单机游戏的黄金年代 真的已经结束了 黄金呢是一种稀有的东西 黄金年代之所以叫黄金年代 就是因为它偶然少见 而且不会持续很长 我们出生赶上了黄金年代 并不代表我们这辈子都会是黄金年代 听着呢有点残酷 但生活啥时候不残酷呢 今天咱们分析的其实就是两点 游戏不好玩的 根子呢 就在技术红利的消退和变现机制的滥用 第一条 这种技术暴障 短期内不可能再出现了 第二条 大型商业公司的主力本质决定了 这条路 他们一时半会是绕不回来了 除非口碑真的大反噬了 这条路一下子不好赚钱了 但这个可能性其实也不大 所以这个偶然的黄金年代呢 是真的结束了 我现在认清了这个事之后呢 做法也很简单 首先就是大公司的作品我不跟风了 你看我夸了这么半天劳滚舞 但星空我到现在也没卖 做劳滚舞的杯赛和现在的杯赛 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杯赛了 大公司出品现在对我来说呢 就是个扣粉像 不见到大量的真实试玩 我是不可能出手了 2077的新 DLC也是一样 甚至说上古卷轴6 我都会很谨慎 再一个呢 今天所有让我觉得被PUA了的游戏 我是不会再碰了 劳滚舞打打帽的 又不是不能再玩个十年 在这个世界里 我是真正可以做主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里头呢 还有很多秘密我没有发现 如果劳滚舞真玩的没意思了的话呢 那还有很多被筛选过的好作品 我还没玩 我的游戏圈子呢 以后就限定在这一块了 不过这个呢 只是从大事层面来说 虽然神作辈出的时代不会回来了 但好的作品我相信还是会有的 大公司里至少 Take2和任天堂还在走内容路线 塞尔达传说两部都不错 GTA6出来了呢 也可以观察一下 然后中等规模的工作室 现在反而是好内容的生理军 双人成型 二刀法环 波德之门3 都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至于下星路五物语这样的独立精品呢 也是会让人很有希望的 现在虽然不会再越越有惊喜了 但一年一两部也够我玩了 我就老老实实画个圈 在我这个游戏简法里待着吧 当然那也别扯了 欠的项目还得做呢 行就到这吧 辛苦你了 听我个人白货这么半天 我是李懿 下个视频见吧 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的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